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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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 我是想要認真比賽 但是被對方 Cure 肉肉啊 再一次 我不管對手是誰 可是也是聽說 我的對手是 黑爐 OK 我要讓他知道 一隻狼 不是強大的 看我要怎麼把他 吃進我的肚子裡 Rato 幫我吃爛車 看是你比較會吃 還是讓我吃了你 掉入我的陷阱吧 第二選 首先 進場的選手 歷屬南滿軍 暴食戰車 BREAK 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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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接着进场的选手 狼子汉 接下来将进行我们的第二场比赛 由我们的南蛮军团的BREAKER HOLE对上狼子汉黑卢 这场比赛是令我相当的期待啊 怎么说呢 一个较少接触的两位选手 然后同时完全是力量跟技术的对决 非常期待他们会插出怎么样的火花 今天我们看到黑卢非常有自信 斗智昂扬 没错斗智昂扬啊 黑卢 BREAKER HOLE选手就是完全力量性的代表 就如我在节目上所说的 现在BREAKER HOLE一定是用力量来压制黑卢 但是黑卢一定要用小技巧防止BREAKER HOLE的力量压制 我想马上就会看到了 结果黑卢选手依然是选择用BREAKER的动作 不过很明显也看得出是在试探对方的这些动作 黑卢应该也是在找机会有这个突破点 来拿下他的优势 黑卢选手是想要开始这个心理战的部分 是 居然非常意外的 想要用力量来压制BREAKER HOLE 哇塞 应该是不可能会这样子想才对啊 所以我想这是 一定有什么阴谋 没错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我想这是他的战略 上手都被扣住了 快的就被压制住了 这时候黑卢 直接被带到地上 没有被进行压制 哇黑卢 借由一个 借逆旋转啊 把这个BREAKER HOLE逆转掉了 是 这个实在相当有技巧性 果然黑卢选手是有备而来 就要看BREAKER HOLE 会不会一步一步接近他的线 这个时候 果然开始展现自己的敏捷 我从后面抱住之后 因为这个力量上还是有落差 我想就直接被带掉了 一个肩撞 会再来一个肩撞吗 非常漂亮 黑卢直接被撞倒在地上 现在的很明显 这个力量上完全黑卢 确实不是对方的对手 没错没错 自己跑过去 试图肩撞 还是被撞倒 但是黑卢也非常有这个意气 是真的弹了起来 哦 一个归空 果然黑卢针对他的 肩盖 没错哦 针对下肢做出连续的攻击 再一个低空的DRAKE 哦 这个是 准备要做出一个旋转 但是使用头锤 是黑卢的新招戏吗 通常黑卢都是在 这个状态下做出一个前空翻 被砸的动作 用一个Central 今天是用这个头锤 可能是这个对手的身体过大 想要如果以用手脚来攻击 感觉力量不足 所以他用整个头锤 哇 趁着对方倒在地上 连续针对 膝盖的部分 连续连续的攻击 果然 跟我在Podcast里面预测的非常接近 没错 针对选手的势资来做破坏 这个才是对黑卢最有利的一个东西 没错 所以我想前面的力量上的试探 应该是要骗Black Hole选手能够 跟他继续进行力量上的试探 这样他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去抓这个空隙 是 哇 看 黑卢选手在上一次的比赛 打败了Iyongo社长 是 所以现在是士气如虹 果然这次如此有自信啊 所以他完全是不怕 体型比较大 力量比较大的选手 哦 这个时候再做一些些 站过一边远的动作 不要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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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Black Hole对裁判抗议啊 但是 趁着Black Hole选手现在势力受阻 对他进行下一波的攻势 一二三 哇 哇 Black Hole选手一掌就把黑卢直接推倒在地 黑卢把抓狂的站到这个角柱边 对他使出了这个 垂头的动作 对 但是衣裳在摔角里面的拳击 依然是不能够连续进行的 所以裁判这次 更何况是在角柱边的话 依然是处于违规的状态 好 这个时候不知道Black Hole回复的如何 果然啊 已经恢复了 也要看起来像是一个 翻滚型的Spy Buster 有点像Black Hole的绝招 有点像有点像 然后这个时候再做出这个 有点像STF 的关节剂 对一个关节剂 然后固定住对方的下击 哇Black Hole居然会使出关节剂 这也是相当少见 相当少见 对 不过目前看起来只是单纯的固定一下对方而已 是 主要还是想用打击剂以及摔剂 拿出他擅长的攻击 这才是他的风格 对 现在不能够掉到角度一个身体撞击 哇 120公斤的撞击 谁受得了 这根本就是被卡车撞 这个两个人体重大概差了有四五十公斤 不过我们现在也很明显看到Black Hole选手 他在刚刚一连串的受到膝盖的攻击 现在这个速度稍微有点点受阻 即便是使用了这个臀部撞击 撞完之后自己膝盖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 是 但是这个无论这个攻击是对对方的心理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没错 不给摔 哇 一击腹部重重的打击 有打到恒割膜吗 黑罗还有办法呼吸吗 现在黑罗又被丢掉了绳索 没有办法成功 没有办法成功 看来 哎呀 非常漂亮一个回旋式的踢击 savage kick 轰翻 非常漂亮 这个原地的小月面 哇 两秒 没有办法成功 这时候马上再带入一个 关节技 哇 果然是黑罗擅长的招式 是 现在Black hole已经一步一步接近黑罗的陷阱 没错 如何呢 Black hole选手会投降吗 看起来没有 看来应该距离绳索边缘还比较接近 哇 Black hole想要拉起来吗 直接扛起来吗 通常这个时候有机会的 我想以Black hole选手的作风以及力量 是会直接把他带起来 不过这时候看起来好像三角手有一点点锁死 是 毕竟这个关节技会影响他的呼吸顺畅的状态 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Black hole选手直接选择 把脚靠在绳边上 用裁判来阻止黑罗选手继续攻击 优势控制住比赛的节奏 哇 真的假的 一个 用对方的姿势来把自己身体 电到 然后再做出一个采集 这算是黑罗自己有特色的一些攻击 我刚刚那招也算是非常危险 把脑门重重的踩在地上 是很有可能会有脑震荡的状况 这个时候要做出来了吗 要做出来的SOS吗 黑如招牌的SOS 看起来没有办法成功 危险危险危险 稍微有一点点没抓稳 不过完全不影响 直接做一个back drop 看来刚刚这个黑如对black hole的攻击也产生了效果 整个下肢 已经出现了问题 对 看到这个黑如选手 这个block hole选手 刚才也摸了一下自己的右肩 对 我想是因为刚才所受到的攻击 造成失招的失误 然后这时候使用熊抱 藉由这个挤压对方的肋骨以及腹部 来阻止对方呼吸 这个熊抱真的被捏起来是非常大的 没有办法成功 差那么一点点啊 刚才我以为黑如晕掉了 看来这些攻击还是相当有效的 是的 好这时候black hole选手示意要终结比赛了 有办法成功吗 看来会是 暴石炸彈摔 危險 危險 會重重的炸彈 這個時候黑爐進行了連續反擊 連續的拳擊 到底會不會炸彈 危險了 危險了 這什麼招式 變成了三角鎖 在空中的三角鎖 三角鎖 太危險了 雖然沒有辦法把 這個Black Hawk選手鎖到投降 不過至少替自己解尾 哇這個剛剛相當危險 我沒想到黑爐選手會在空中使用三角鎖 這個大概只有他想的出來 沒錯 居然這樣子破解了Black Hawk的炸彈摔 這如果炸下去大概比賽要結束了 沒錯 那麼高的角度那麼大的力量 現在換 黑爐再次 SOS嗎 還是沒有金幣 哇一個金幣 而且是捨身非常大號的金幣 重重的喊在黑爐身上 不知道黑爐 失神了沒有 這個時候把自己的護肘拆掉 自己的雙肘護肘 看來是一個更大號的金幣都準備要出來了 黑爐會怎麼應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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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爐會怎麼應對 天空 Rad 焉焉盪 危險了 日常 尼ñas 比賽結束了 比賽結束了 獲勝者 王子漢 黑盧 近期看到黑盧的比賽 屢屢創架加機 想不到在最後關鍵的一刻 黑盧拿出他招牌的招式陷阱 拉下了這次的勝利 剛剛就在想 他為什麼遲遲不站起來 原來是在等襲擊 果然狼子漢的招式都是設計好的 我們恭喜黑盧拿下了勝利 黑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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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盧拿下了得那個肉而已 如果之後再對上 沒有這麼快的 容易的放過你了 哈哈哈哈 不愧是報紙戰殺 這麼有衝勁 但是我吃的蠻飽的 下次有機會合作 報紙我蠻喜歡你的 本節目有 本節目有 Biolum 好迪爾企業社 傑瑞蛋白 Hands Gym竹北旗艦館 聯手製作影像工作室 First Drop 高博科技 Gunling Teacher Muscle Dream 贊助播出 Biolum